擁有一雙電眼的 髮急型男髮比右進來 只要空氣品質不好 眼睛就會發紅 乾澀 發癢 有異物感 更常在錄影時流淚 醫師發現 近來因為眼睛不舒服 求診的患者比以往多 特別是每天長時間 待在多灰塵室內環境的患者 更為嚴重 超過四個小時 我會開始頭痛 然後開始癢癢的 很乾 然後特別的是 在神醫包裡面都是很多燈 然後冷氣很冰 因為這是很多機器 所以他們攝影泵冰箱都很冷 然後眼睛回到這非常不舒服 空氣微粒 它事實上對皮膚不好 對呼吸氣不好 那對我們的眼睛也容易產生過敏 因為冰淇淋傷害是一種化學藥品 化學物品 它會產生一種毒性 所以這個毒性如果久的話 對我們眼睛 那麼傷害是過敏 然後會發炎 那帶隱形近人 本來就比較脆弱 醫師點名 包括高密集使用的攝影棚 煙霧弥漫的吸煙室 廚房跟燒香處等等 都可能是會讓人生病的空間 經常沒有清潔室內 當然它裡面的灰塵就是 這樣走過去就把這個灰塵養起來 衣服很久沒有洗 也可能粘到外面的灰塵 所以我想我們如果有一個儀器設備 可以測定我們室內裡面的 這個空氣品質的話 有問題的話 我們應該要把窗戶打開 除了留意自身環境 想要遠離眼睛紅肝癢症狀 專家特別提醒隱形眼鏡族 尤其是愛好瞳孔放大片的使用者 佩戴隱形眼鏡時間不能過長 以免角膜缺癢 另外也要適度休息 減少空氣中的懸浮微粒 帶來對眼睛的傷害 記者顧探用 採訪報道 佔便宜